华尔街简报 中国外长秦刚晋升速度之快十分罕见 让外界一直以来解读为 他是深受习近平信任及器重的亲信 然而此次秦刚突然失踪长达三周之久 围绕他的各种传言满天飞 又让外界有大跌眼镜 此时外交部讳莫如深 故弄玄虚 对事情火上浇油 引发了对秦刚命运的各种猜测 有一种分析认为 秦刚如果经由调查没有严重问题 仍可能回到外交部 届时只说是因为身体原因缺席 而后康复 但是分析人士对华尔街电视指出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一秦刚失踪围绕他的绯闻传言 已经到的天大 国际媒体铺天盖地报道 围绕秦刚事件的各种传言 认为其失踪不仅伤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让外界认为中国黑匣子政治更可怕 更危险 更是破坏了习近平的权威 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秦刚如果官复外长 这样一个到处出席国际重要场合的职务 背负如此生育负资产 很难说的过去 其二 现在围绕秦刚调查的信息 越是密不透风 调查结果越是悬而未决 越是说明秦刚问题的复杂性 长此以往 也会给秦刚敌人更多机会 举报的材料越积越多 没有问题也变有问题 小问题也变大问题 调查对于秦刚 只能向不利的方向发展 熟悉中国政治的评论人士 据此断言 秦刚已经回不来了 如此小到弯肉是漫长折磨 越查问题越多 习近平查处秦刚问题 恐怕会引发外交系统更多人事地震 下一则新闻 中国三峡巴西分公司退出IPO 路透社报道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的巴西子公司 已退出其在巴西证券交易所的 首次公开募股IPO 该公司去年11月申请IPO 并打算将所得款项 用于股息和投资新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CTG巴西拒绝就此时发表评论 下一则新闻 拜登选择女海军上将领导美国海军官方 路透社报道 乔拜登总统提名丽莎 弗兰切地海军上将成为第一位领导海军 并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女性 此局打破了美国军队的性别障碍 弗兰切提目前是海军作战副部长 拥有38年的经验 是美国海军第二位获得四星上将军衔的女性 这一提名令人惊讶 一位五角大楼官员曾预计提名 将授予在太平洋地区领导海军的海军上将 塞密尔·塔塔罗 下一则新闻 阿尔及利亚申请加入金川国家 将向集团银行出资15亿美元 路透社报道 阿尔及利亚已申请加入金川国家集团 该集团由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组成 该国还提交了成为金川国家银行股东成员的请求 金额为15亿美元 阿尔及利亚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正在寻求经济多元化 并加强与中国等国家的伙伴关系 超过40个国家 表示有兴趣加入金川国家集团 包括阿根廷 伊朗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中国将在阿尔及利亚投资360亿美元 涉及多个行业 下一则新闻 德国的对华战略反映了该国微妙的平衡行为 南华早报报道 德国旨在具风险 而不是与中国脱钩的新中国战略 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评 该战略的重点是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但缺乏具体的政策 德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中国市场存在的风险 但能否变得更加独立 还有待观察 据报道 德国政府正在制定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措施 但目前尚不清楚 这些行动是否专门针对中国 德国对印太地区的军事承诺 也可能激怒中国 下一则新闻 加拿大退休警官被控非法帮助中国 路透社报道 加拿大一名退休警官被指控干涉外国事务 被指控帮助中国识别和恐吓加拿大法律范围之外的人 加拿大红霞骑警 RCMP没有提供有关针对威廉 马一彻的指控的细节 但表示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和人脉网络使中国受益 加拿大指责中国通过非法警察局和针对立法者干涉其事物 中国驻沃泰华大使馆尚未对这些指控发表评论 近年来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 下一则新闻 南非躲过普京的子弹 德国之声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出席8月22日至24日 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南非作为罗马规约的签署国 如果普京出席 他将不得不逮捕他 因为国际刑事法院ICC已经对他发出逮捕令 指控他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负责 南非的主要反对派民主联盟曾呼吁逮捕他 但普京总是不太可能参加 因为这会给峰会的议程蒙上一营 并使南非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 iPhone15发布可能会延迟或公布应求 英国独立报报道 有传言称 苹果即将推出的iPhone15 Pro可能会推迟或面临库存短缺 据报道 延迟是由于制造高端信号中使用的新屏幕的问题 制造过程使生产设备变得更加困难 尤其是在将显示屏连接到手机的金属外壳时 苹果正在努力调整设计 并可能依靠其他制造商来制造手机 此外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 这款手机可能会推迟几周 并于10月发布 2020年的先前延迟归一于封锁和新重新设计的发布 如果手机被推迟到下一个财政年度 延迟可能会对苹果的财务状况产生影响 下一则新闻 中国经济螺旋发展 战争会分散习近平的注意力吗 国会山报报道 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同比增长6.3% 但如果经济继续下滑 预计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将依靠民族主义 经济受到过度刺激 过于依赖政府支出和债务 该国的债务与GDP之比约为300% 经济旨在抑制消费者情绪 户籍制度阻止中国农村人 获得城市地区的居住权 他们在那里移民工作 中国经济不太可能改变 因为这需要改变政治制度 下一则新闻 加拿大皇家骑警退休官员 被控对中国进行外国干涉 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 退休的加拿大皇家骑警官员 威廉 马一彻 William Meicher 被指控代表中国进行外国干涉 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宣布 据称 Meicher利用其知识和人脉网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获取情报获福 目前居住在香港的Meicher 在温哥华被捕 并仍被拘留 加拿大皇家骑警认为 中国政府是Meicher的客户之一 根据信息安全法 他被指控犯有两项罪名 每项指控最高刑期为两年 加拿大皇家骑警的 国家安全综合制法小组 对Meicher的可疑活动 展开了调查 下一则新闻 乌克兰最新消息 基辅部署急速弹药效果很好 英国每日电讯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 科比 John Kirby表示 美国有争议地向乌克兰运送急速弹药 似乎对俄罗斯的防御产生了影响 据报道 乌克兰军队在过去一周 一直在有效地使用这些武器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战场上的变化 与其实际影响的测量之间 可能存在延迟 在其他新闻中 已经讨论了乌克兰驻英国大使 瓦迪姆 普里斯泰科 Vedin Pristaco的解雇 记者罗兰 奥利芬特 Roland Oliphant 称 他在维持基辅官方叙述方面 令人沮丧的专业 下一则新闻 中国的微信支付和Aliopay 现在接受Visa和万事打卡 日经亚洲报道 中国领先的移动支付平台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已经开始接受国际信用卡 以鼓励游客使用他们的服务 微信支付现在支持Visa 万事打卡 JCB和其他卡 支付金额高达6000元人民币 835美元 超过200元人民币的交易 收取3%的费用 支付宝接受Visa卡 万事打卡 大来卡和发现卡 费用为3% 此举是在移动支付 越来越受欢迎 而减少中国信用卡 和现金交易之后进行的 下一则新闻 美国商务部长称 黑客攻击意义重大 不可接受 路透社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迪娜 雷蒙多 Gina Raymundo证实 美国当局仍在调查 他的电子邮件 遭到黑客攻击 但没有推测 中国是否是幕后黑手 消息人士称 雷蒙多是一群 美国高级官员之一 他们的电子邮件 今年早些时候 被一个巨信总部 设在中国的团体 黑客入侵 雷蒙多称 这次黑客攻击 是重大且不可接受的 并表示 美国将全面调查 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下一则新闻 法国外交官说 中国向俄罗斯 提供不应该提供的设备 路透社报道 法国总统 埃玛纽埃尔 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的高级外交顾问 Emmanuel 伯纳 Emmanuel Bon 表示 有迹象表明 中国一直在向俄罗斯 运送可能用作 军事装备的物品 然而 伯纳邓卿说 中国并没有向俄罗斯 提供大量军事能力 法国官员表示 伯纳指的是 两用技术和非致命援助 如头盔和防弹衣 自乌克兰冲突开始以来 中国一再否认 向俄罗斯运送军事装备 伯纳强调了 中国在冲突中 弃权的重要性 并表示 中国运送武器和经济支持 是不可取的 下一则新闻 被砍掉的 中国倡议的种族定性遗产 困扰着美国的科学家 南华早报报道 普林斯顿大学 哈佛大学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 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美国政府的中国倡议针对的是 被认为与中国有联系的美国科学家 对中国血统的科学家 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在1304名受访者中 超过70%的人认为 作为在美国的 华裔学术研究人员 并不安全 61%的人 曾考虑过离开美国 调查还发现 65%的人 担心与中国的合作 45%以前 获得联邦资助的受访者 倾向于避免申请拨款 亚利桑那大学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尽管中国倡议已经结束 但对中国和亚洲科学家的 种族定性 存在一致 且具有统计意义的模式 超过40%的中国科学家认为 美国政府对种族进行了描述 而为亚洲科学家的这一比例 不到5% 美国国家科学 工程和医学院警告说 中国倡议可能会损害 和减缓美国的创新速度 而不是限制其他股价的进步 华尔街简报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E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